节目也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通过观察 你用男人这种眼光来看一下 你觉得他们两个是哪种男人 我觉得啊 我说实话 远虎和子军你们俩别生气啊 我觉得在家里说话比较算的 应该是和子军 对 相对来说在家里吧 比较东北话 比较面一点 还行 但是有的时候也是 像子军那样的 也挺霸气的 那必须的吗 真的假的 尤其是在外表 尤其是在外表 绝对给面子 那这必须的 真的 这是你的缘故 子军我说你 你是特霸气的一个男人 对不对 就是大事上我还是比较说了算 对 对 大方向还是你说了算 对 OK 你们的话现在已经被我们这个 摄像给记录下来了 你们都说你们挺牛的 是吧 到我们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终极人 对 有请两位的女朋友登场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大家在这儿鼓掌 没有没有 是吧 我让我见 没有 开玩笑 是这样 我要跟何子军布置的任务 因为何子军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要给你妻子打个电话 因为我们做了非常详致的调查 我知道你们家有一条特别可爱的狗 对吧 你们俩养的狗 确切地说是你妻子养的狗 但是你们知道 子军他是特别不喜欢狗的 你今天一会把电话打过去 跟你媳妇说 媳妇我现在在沈阳录节目呢 刚才我突然间 我做出个决定 把狗送人 斩钉截铁地跟他说 续个路线 你们这是 中级任务 我特别后悔刚才说了那些话 对 一会儿我就看你怎么 昨天说了 昨天的中级任务已经完了 没想到今天还有 这个是这种中级 来 带电话了吗 子军 带电话了 来 养了一年半的虫 很有感情 喂 你好 喂 你谁啊 喂 你好 你是哪个呀 我 我是袁佩 你是谁啊 袁佩 我也不是燕金的 谁 小范啊 小范 要我去接个人 我之前找他有事 快 我就跟他说 是吗 是的 是的 快点啊 给你面子今天啊 最近你来 接着一会儿啊 他们哥们之间开玩笑 好好的 喂 喂 媳妇 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那个 我帮那个嘎娜 找了一个好人家 因为我演出啊 这段是什么的 我觉得你挺累的 然后我觉得就 我就把他放那段时间 然后再拿回来 行不行 哎呦 何子军竟然要把老婆 心爱的儿子送人 他将遭遇一场 怎样的暴风雨 给谁啊 我可以跟着我说 你有病吧 当你打婚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杨丽 把你送送你乐意啊 我 不是 我跟你商量那事儿了吗 对不对 商量什么 这能商量吗 杨丽 你也把他送保 不好意思吗 那我 不是 我感觉我每天我 我跟你说 杨丽 你就是这样啊 你要是杨 你就好好杨 不杨以后你睡狗 狗睡床 你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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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可爱 我听跟你说啊 我的 我的 你别当真 媳妇啊 你别当真 媳妇啊 拜拜 哎 哎呦 我的天啊 我们讲成庆一代 时间都没有了 来来来来 赶紧的电视机先成庆 那个何太太对不起啊 这是我们聊那个 为谁新校林录一个节目 其实何先生非常喜欢你们家的狗 何先生不想把他们睡狗 哦 吹 你就吹 对 其实 好大可爱吧 没有 其实我就是觉得呢 就是 就是我 我这个年龄 就是成家立业 他没过劲呢 成家立业不容易 就是一个女人 就是我们这代 就是一个女人能够嫁给 嫁给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是吧 对 然后女人能够 能够成为自己的妻子 我觉得 其实我还是说了算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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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说了算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 对 就是比如说工作中啊 或家里出了些什么事 但我媳妇可能是 她拿主意 这么这么做 但是我们看到了 他们家对狗 对动物这种 真是发生那种真切的 是吧 咱们把掌声送给何太太吧 对 太可爱了一个人了 做节目呢 别怪我 别怪我啊 做节目 做节目 现在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